您好,这是静姐说花 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养好的这个流苏石狐 它叫流苏石狐,应该是因为它的唇瓣 上面有细小的小毛毛 我买到它的时候没有花 然后我把它养得特别的高大 也就是让它的镜长得特别长 然后它就回报了我这么一丁点花 这个呢,我是有两颗 两颗花都特别少 所以毫无疑问,我没有养好它们 流苏石狐和之前看过的球花石狐 原产地差不多 大致就是在中国的南方以及东南亚那一带 所以呢,我分析总结了一下 我在想,它们的花这么少 可能光还是不太足 球花石狐呢,我是挂在上面 高一点的地方估计会更亮一点 流苏石狐是摆在下方一点 可能光就不太够了 不过它的花是真的很漂亮 而且很有香味 所以等着一丁点花卸了之后 接下来我试试给它们增加一些光照 我换个位置 看看明年能不能花多一些 这个四开微开的是另外一颗 这两颗我是把它们放在相同的位置 也都长得高高大大的 花也都这么少 在它们的旁边呢,还有另外一颗 只看它们的茎叶的话有点像 就是左边这颗 这颗干脆连花也没开 大概率今年就不会开了 这颗不是流苏石狐 是勺唇石狐 它们的原产地呢也都差不多 所以我猜想这个位置的光是真的不足 我得给它们换个地方了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很简单 一是看一下 这个流苏石狐 好漂亮啊,这个花 二是,哎,我也有养不好的花呀 不过呢,也不用气馁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做一些尝试 可能就养好了呢